在声名远洋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内 发生了一桩离奇的禁书盗窃案 盗树贼在被看守猎犬疯狂啃食撕咬之后 露出了极度扭曲且畸形的残破肉体 事后在调查员的追查下 竟牵连出一场怪诞的恐怖故事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那咱们先要去一个叫做 敦威智的诡异村落看一下 敦威智 坐落在马赛诸塞州中北部的贫瘠之地 是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古怪乡村 村中冷清的街道之上 还弥漫着一股像是积累了数百年的发霉臭气 在蜿蜒如蛇的密斯卡托尼克河的围绕之下 山中茂密的丛林中 常会响起动物圣人的鸣叫和嘶吼声 尤其是那密林之上的群山 因山软过于圆整对称 外加由石柱组成的奇怪圆环 给人一种诡异的不自然感 所以说很少有旅客愿意来这个地方 除非是被逼到万不得已 才愿意在太阳高照的时候硬着头皮谨慎地穿过敦威治 随着怪异传闻是越来越多 敦威治是更加没人敢靠近了 甚至所有指向敦威治的路标都被拆除了 人们恐惧这座诡异的村落 疏远着这片怪蛋的区域 而生活在敦威治的居民全部堕落且颓废着 他们竟然开始了某种的退化 逐渐形成了新的族群 这些人因为退化和尽情通婚 在心理和生理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丑陋且畸形的外表之下 透露出他们低的可怜的智商 在他们的历史中 总是充斥着谋杀乱伦等变态行径 对于外人而言 敦威治的村民那简直就是怪物啊 唯有几个老派的没落上流家族选择搬到敦威治 他们是沃特雷和陛下铺家族 敦威治虽然说还算能住 但是在这山巒峻岭之间 经常飘荡着一股污秽的臭味 还不时地回荡着阵阵莫名的古怪声响 这怪声犹如来自地狱恶魔的地狱声 外乡人将敦威治视为了恶魔寻欢的乐园 并且在山顶由巨石柱组成的巨型圆环 与哨兵岭之上 还能发现遍布满地的未知人种的古老残骸 这让无数地质学家是困惑不已 由此 敦威治便蒙上了一层恐怖的神秘面纱 到这里 敦威治的恐怖景象就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 某个没落的家族 将会让这些汉人的传说一一实现 并犯下不可描述的罪恶 恐惧和黑暗将从敦威治蔓延到全世界 那么咱们把时间线回到 1913年的2月2日的凌晨5点 在敦威治的一个老旧大宅内 一个奇怪的婴儿诞生了 人们之所以会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天 因为敦威治这天发生了恐怖的异象 当天 敦威治的群山之间 传出了某些诡异的声响 在这声响之中还夹带着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甚至在前一天晚上 整个村落中的狗都惊恐地狂吠了一整夜 令人更加害怕的是 还是那婴儿的长相 它虽然说有人形 但是却和平常婴儿不一样 刚出生就有较为成熟的躯体和毛发 手脚远长于正常婴儿 肤色极其地油黑 牵连着母亲的臍带在蠕动着肢体和躯干 最恐怖的是 她竟然长着一副山羊的脸 这与她拥有着粉红色眼睛 患有白化病的母亲的畸形样貌来说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没人知道这孩子的生父是谁 孩子的名字叫做威尔伯·沃雷特 就是咱们上文提到过的 搬到东威治的莫洛家族沃雷特家的血脉 孩子威尔伯的母亲叫做拉维尼亚 则是一个35岁的病态女人 与老父亲沃雷特相依为命 虽然说老沃雷特是一个与恐怖巫术有关联的疯癫老头 那个孩子也长得非常恐怖 但敦威治这个地方是出了名的不养贤人 对这事也就没太在意 虽明接纳了那个孩子威尔伯 威尔伯虽然说长得可怖 但是拉维尼亚对这个儿子是非常的喜欢 他经常在下着暴雨的夜里 在群山之间来回闲逛 嘴上不停地念叨着某些奇怪的预言 他说威尔伯运舞着与众不同的力量 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 根本是没人知道 因为拉维尼亚的父亲老沃雷特 从小就教授拉维尼亚某些奇怪的知识 在家中那些古老藏书 拉维尼亚也经常研究 所以说父女俩的言行举止非常奇怪 甚至在人节地灵的敦威治 都没有一个医生敢为拉维尼亚接生 村民知道拉维尼亚生子的消息 还是疯癫老头老沃雷特 在村落的杂货店内发出了一段奇怪的言论才知道的 老沃雷特说 如果拉维尼亚的儿子长得像他的父亲 他会出乎你们所有人的预料 如果你们和我一样了解那些山丘的话 你们就知道 没有比那更好的婚礼教堂了 总有一天 你们这些人会听到拉维尼亚的一个孩子 站在哨兵里的山顶上 高喊他父亲的名字 咱们把话说回来吧 自威尔伯出生之后 老沃雷特的举动就变得更加的诡异了 他开始年复一年的往家中购买家畜 但令人困惑的是 他家的破烂马舅始终是空荡荡的 马匹数量一直稳定在石头左右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存活的牲畜近乎是毫无血色 在他们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 像是被某种利器割出的奇怪伤苦和创口 村民也发现 老沃雷特妇女的咽喉上 也同样有着那样的伤口 维尔伯的生长发育简直是快的异常 八个月的时候 维尔伯已经能够行走自如了 甚至能够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举止 在不久之后的万圣节午夜 一名在山间寻找丢失母牛的村民 竟离奇地发现 在绍兵岭的山顶的巨石处 燃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 还撞见了正在穿过矮树丛 一丝不挂的拉维尼亚母子 村民震惊地呆愣在原地了 他俩在这儿究竟在干嘛呢 但在那之后 维尔伯就再也没有赤身裸体地出现过 任何让他衣冠不整的事情 都会让维尔伯充满愤怒和警惕 直到敦威治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才知道其中的真相 一个掏空所有人理智的真相 咱们把时间来到第二年的一月 维尔伯竟能流利地说话了 但他的语调却非常奇怪 这种怪异质感就像是 他的发生器官有别于人类一样 他的样貌也越来越扭曲了 在那副羊脸之上 虽然说遗传了他母亲和外祖父的 五官的部分特征 但却显得异常地成熟和怪诞 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该有的脸 可是他的眼睛和神态 却流露出了些许不同寻常的智慧 和某种邪恶的迹象 因为威尔伯这副丑陋的样貌 人们对他充满了鄙夷和厌恶 村里的狗一见到他 那就狂吠不止 欲要将他撕烂咬碎 为此 威尔伯不得不时刻警惕 采取各种防卫手段进行自保 村民都纷纷议论着这个怪胎的猜测 他的诞生或许和老沃特雷有关 有人就曾看见 老沃特雷在山顶的石柱圆环中央 双手捧着一本打开的大书 高喊着尤格索托斯 这个令人胆寒的名讳 群山顿时地动山摇 他应该是在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疯癫的老沃特雷 自从外孙诞生之后 不仅开始疯狂地购买家储 还对老农宅废弃的二楼进行了翻新 威尔伯也在这段时间内 在他的指导下 开始对家族留下的那些古书展开了研究 很快在老沃特雷的努力下 修缮工作那是顺利完成了 令村民不解的是 二楼房间是修好了 但是窗户就被老沃特雷用木板严丝合缝地给封死 仅留有一扇窗户被改造成了坚固的木门 一阵与山顶石圈附近相同的臭味从房间内飘散出来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群山之间发生的怪声那是变得更加频繁了 整个东维治地区偶尔还会发生一连串的震动 地下还会传出怪异的轰鸣声 人民判定这一切离奇现象的增加 一定是与巫师老沃特雷有关系 少数几个愿意拜访老沃特雷家的人 经常发现拉维尼亚独自一个人魂不守舍地待在一楼 而那间被封闭的二楼 却会传出奇怪的叫喊声和脚步声 就像是有匹马在楼上不停地踱步 没人知道老沃特雷带着威尔伯在其中做什么 村民猜测 这也许是老沃特雷用那些消失的畜生 从土地中召唤出了某种奇异的生物 直到1917年的一次战争征兵调查 老沃特雷家的鬼事才被阿卡姆广告人所刊登 这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而威尔伯呢 此时已经四岁半了 但他的生理状态却像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嘴唇和脸颊上全是黑粗的黑毛 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起来 在这之后的十年里 沃特雷一家的故事啊 那逐渐被淹没在这个病态的村落当中了 人民逐渐习惯了他家的奇怪举止 便不再理会 而老沃特雷则会在少兵岭上 每年举行神秘的仪式和血腥的牲畜献祭 在1923年前后 威尔伯十岁的时候 他的生理和身形已经完全像是一个成年人 老农宅也迎来了第二次大改造 祖孙尔人经过一番努力 似乎是为了扩大二楼的空间 打通了二楼的所有隔间 在忙完这件大工程之后 沃特雷看着频繁飞至他家的夜莺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如他所预料的一般 在1924年的一个夜晚 老沃特雷虚弱地喘息着 和威尔伯交代了最后的遗言 威尔伯 我们需要更大一些 你长大了 那东西长得更快 他很快就会准备好为你服务了 记得用那首赞美诗 为尤格索洛斯打开大门 你能在完整的751页 找到那首赞美诗的 然后你要点着那监牢 记得按时喂他 要注意用量 不要让他在这地方长得太快 如果在你为尤格索洛斯打开大门之前 他就破坏住处逃了出去 那一切都完了 只要从外面来的 他们能让他繁衍和生效 只有他们 就是支配者正在等待着归来呢 话音未落 老沃特雷便撒手人寰 拉维尼亚失控地尖叫出来 二楼更传来比平时更大的动静 群山也发出了模糊的轰鸣声 但是威尔伯却异常冷静 甚至他的丑陋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笑意 在老沃特雷死后 威尔伯按照他的遗言 接替了外祖父的工作 开始用他家古老的金条 购买更多的牲口 通过研读家中的古书 他积攒了非常渊博的知识 出于某种目的 他经常和一些负责保存 稀有禁忌典籍的图书管理员 有着书信往来 因此许多管理员都认识他 在这段时间里 威尔伯远超人类的身形 似乎还在疯狂地生长 样貌也变得越发丑陋了 随着威尔伯的不断生长 他开始越来越面试 他那患有白化病的疯癫母亲 并且不再允许他 参加在山顶举行的某种仪式 在那年的万省节 绍兵岭的顶端 燃起了更加猛烈的篝火 群山间回荡出了 前所未有的声响 夜莺私教者 汇聚在沃特雷家的附近 受惊的村民吓得是彻夜未眠 可是不久之后 人们就算也没有见过那个饱受白化病摧残的女人 拉维尼亚彻底失踪了 在1927年的某个夏天 老宅又再次迎来了大的修改 这次威尔伯将一楼也全部封闭了起来 并将屋中的隔断全部拆除了 自己则带着那些古书 搬进了田间新建的两间小棚中 他整个人也变得神经兮兮的焦躁起来 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家 纷纷孤立了这个怪胎 而就在这年冬天 威尔伯为了寻获一本他渴望已久的古籍 意外离开了敦威智 在被各大名校的图书馆拒绝书信申请之后 他衣衫褂褂褂尘尘扑普地来到了 距离他最近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试图借为那本 一直被封存在图书馆内的可不典籍 由阿拉伯疯子阿卜杜拉编撰奥洛斯翻译 于17世纪在西班牙出版的 拉丁文版的死灵之书 这是一本贯穿了克苏鲁神话体系的禁忌之书 阿卜杜拉在这部剧作里 不仅说明了历史上的事件 未来的预言 还揭示了人类神话和宗教的真正起源 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言论 利用了占星术和天文学的知识 详细解说了旧印 纳拉图提普 阿萨托斯 克苏鲁 尤格索洛斯等神奇的相关内容 并记载了人类出现之前的地球历史 总之 这是一本涵盖了无尽未知恐惧的禁忌之书 威尔伯出到阿卡姆 就在图书馆的门前遭受了猛权的袭击 好在有铁链阻拦 威尔伯这才进入其中 在威尔伯允许被翻阅死灵之书的拉丁文版时 威尔伯拿出他外祖父留下的那本不完整的英文版 开始对照阅读起来 《寻找不完整典籍》中 751页记录的内容 一个包含了尤格索洛斯可怕明晦的仪式或者咒语 一番对比 威尔伯发现了两版存在着诸多差异 这让他很难抉择 当他抄下最终选择的咒语时 曾经拜访过敦威智的阿米蒂西博士 不经意间地看见了书上敞开的书页中 竟记录着一段能够毁灭世界的可不文字 人类既非这地上最古老的主人 也非这地上最后一任主人 寻常的活物与物质亦非独行于世 旧日支配者西在 旧日支配者金在 旧日支配者将永在 不在无等所知之空间 而在诸空间之间 彼等平静行过 彼等出源行过 彼等位于空间之外 而无等不能见其踪影 尤格索多斯知道大门所在 尤格索多斯既是门 尤格索多斯既是门之时 既是看门者 世人统治者 彼等曾统治之世界 彼等耐心等待 因为彼等终将再度统治此地 阿米蒂西博士联想起 曾经听说过有关敦威智 和沃里特一家的离奇传闻呢 看着眼前这个像是来自一些的怪人 一阵彻骨的含义袭击而来 他明白 一旦让威尔博详细研究上面的内容 一定会引来灭世的灾祸 于是他胆颤拒绝了 威尔博提议带走古籍查阅的请求 威尔博只能无奈表示 那只能上哈佛碰碰运气了 在这怪物走之后 博士立马将死灵之书封锁起来 并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 疯狂收集有关威尔博的诡异传闻 结合威尔博查阅了死灵之书的内容 他隐约觉得 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来对应可能发生的未来 阿米蒂奇很快做出了行动 他向所有保存禁忌之书的图书馆 送去了警告 成功阻止了威尔博的借阅计划 威尔博也因为害怕离家太久 只能暂时返回了敦威智的老宅之中 可是他的野心并不会破灭 在8月3日的凌晨 阿米蒂奇突然被狂吠不止的狗叫声惊醒 紧接着一声仿佛来自异界生物发出的恐怖尖叫 与成群哀鸣的夜音声 打破了阿卡姆宁静的黑夜 阿米蒂奇顺着图书馆发出的防盗铃声 匆忙赶到现场 与两名好友一同谨慎地搜查着 一股熟悉的作物臭味是扑鼻而来 当他猛地按下开关 眼前的可怖画面瞬间榨干了在场所有人的理智 只见 倒在阅读室地上的东西大概有九英尺长 他半拳向一侧 躺在一滩由黄绿色浓香与幽黑年夜混合而成的恶臭液体里 看门犬已经撕破了他身上所有的衣物以及一部分皮肤 那东西还没有死 依然在断断续续地无声地抽搐着 阿米蒂奇稍作缓身 颤颤巍巍地向前看去 仔细辨认着那摊被狗咬烂的肉块 在与这垂死生物对视的瞬间 他惊愕地发现 这 这竟然是威尔伯沃雷特 他腰部以上的部分基本和人类相似 但那块被看门犬锋利爪子紧贴按住的胸膛上 却生长着一块像鳄鱼或是短吻鳄才有的块状厚皮 他的背部排列着黑色与黄色的花斑 隐约有些像是某些蛇里鳞片的皮肤 然而 腰部以下的部分却可怕得多了 那些地方的皮肤上都覆盖着浓密的粗糙的黑色长毛 许多条长着红色瞬息气的口气 灰绿色的触手 自他的腹部蜿蜒伸出来 无力地瘫在地上 那些触手的排列方式有些古怪 似乎是体现了某些在地球上 乃至整个太阳系里 从未见过的深奥对称原则 在他的臀部似乎生长着 一双非常原始的眼睛 这对眼睛深深地陷在两个 长着鲜毛的粉红色的肉环里 此外 它还有一条尾巴 或者说是某种带着紫色环形斑纹的躯干或者触角 许多迹象表明 那里有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嘴 或者是喉咙 如果忽略到那些黑色长毛 这东西的下肢略为有些像 使前巨星吸移的后腿 但那对肢体的末端不是蹄子或者爪子 而是一种有着脊状纹路的肉质 当那东西呼吸的时候 它的尾巴和触手也会跟着有节奏的变换色彩 就像是某种体液循环 使得它们在普遍状态下 更像是自己那非人的纤组 这些触手原有的绿色色调会变得更深 而尾巴上那些紫色环斑之间的黄色表皮 则会转变成另一种病态的灰白色 阅览室里没有血 那些恶臭的黄绿色浓液 沿着乌壶的地板缓缓地蔓延开去 流出了那黑色粘液的范围 并且留下了一种奇怪的色泽 阿米蒂奇这才意识到 这东西是因为太想得到那本 亵渎神明的禁忌之书 才会夜闯图书馆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由于该事件过于离奇了 警察很快就封锁了有关威尔伯的一切信息 并且秘密派遣调查员暗访敦威智 调查沃雷特家族 可调查员却唯独没敢查看那洞 早就被威尔伯爷孙俩掏空的封闭房子 房间内发出的恐怖躁动声和作物的臭味 让调查员们望而却步了 调查员只带着威尔伯留下的特殊手稿返回了警局 满意地结束了调查工作 碍于威尔伯的手稿内容 藉由奇怪的文字符号记录 当局只能将其交送给 密斯卡多尼克大学进行破译 虽然说是传奇名校 但是要完成破译全部内容 那也是绝非一事 而就在这期间 一件打破人类认知的恐怖事件发生了 九月九日的夜晚 敦威智的群山之间 响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像 一个未知的庞然大物像是冲破了某种封印一样 朝着圈养着牲口的地方行去 仅仅只是普通的经过 就在峡谷外村那条路上 留下了自然灾害摧毁大地般的恐怖痕迹 在几位目击者的口口相传之下 敦威智整个村落变得人心惶惶 有人来到沃特雷的农舍 惊恐地发现 老沃特雷的房子莫名其妙地被炸开了 地板和庭院上还残留着柏油一样的物质 和巨大的脚印 很快就有人在农宅上方的草场 发现了只剩下一半的牛群 这些牛虽然活着 却像是被吸干了血液 简直就和当年老沃特雷的牲口病状是一模一样 很显然 老沃特雷祖孙在封闭的房间内 圈养了某种未知的可怕生物 由于威尔博的意外死亡 无人饲养的怪物因为过度饥饿 以人类无法理解的力量摧毁了楼房 所以在敦威智展开了疯狂的逆时 待牛群牲口被吃完 那么下一个食物将会是什么呢 没有人敢往下想了 即便村民们拿起各种武器试图滋味 或者尝试利用巫术仪式等举措 来对付这个只闻其味不见其身的怪物 可这都是徒劳的 即便他们谨慎地跟随怪物的行踪 也未能发现这个怪物的具体样貌 他们所面对的怪物 已经超突了人类世界所能理解的边界 他处于某种目的潜伏在敦威智 徘徊于山顶祭坛圆环和村落之间 整个敦威智的村民都沉浸在了恐惧当中 而在另外一边 密斯卡托尼克大学之内 原学家们对威尔博的手稿的破译工作 几乎是一筹莫展 即便他们翻阅了沃雷特家族留下的各种古书 用尽各种密码方式 也无法破解其中的最后内容 在对比同僚们的视错方向之后 阿米蒂奇以他对沃雷特家族的了解 以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对手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他解开了手稿中的一段连续的文字 如所有的学者预料的一样 这是一本日记 可他上面的记录内容 却差点吓得阿米蒂奇魂归天外了 因为就光他解开的这段记录 就记录了威尔博与那楼中的东西 一同学习各种秘术 来试图打开大门 召唤外面的他们 来帮助自己清理地球 直到万物被消灭殆尽 博士被吓得不轻啊 但他明白 他必须完整配完日记中的所有内容 博士便找来两名可靠的同僚 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疯狂破译工作 终于 在博士明白了沃雷特家族的一系列阴谋之后 他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恐惧侵扰 阿米蒂奇的散植差点跌到谷底 当晚 他就在医生家中陷入了西斯蒂里的精神狂乱 伺候着世界将会迎来毁灭 一个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种族将彻底清理地球上的所有的一切 我必须消灭那个被威尔波圈养在楼房里的东西 阻止大门的打开 一番癫狂之后 经过一夜休息的阿米蒂奇在恢复了些许神志之后 找来了两位同僚开始制定拯救世界的计划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想过报警 可这种颠覆人类认知的事件 又有几个人会相信他们呢 经过一番的激烈讨论 他们的观点最终达成了一致 决定亲自消灭掉 威尔波遗留下来的那只怪物 为此 他们彻夜研究各种仪式和神秘学的书籍 甚至开始调制 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试剂 准备殊死那么一搏呀 这里老周必须给他们点个赞呀 传奇调查员必须得准备充分 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敦威治的孤独战斗 等他们来到村庄之后 眼前好似世界末日的场景 差点击碎了他们最后的理智 阿弥蒂切望着绍兵岭的山顶上 好似祭坛的巨石和怪物 前往山顶上留下了作物痕迹 让他明白 末日灾变的仙兆已经开始了 三人小队 从当地被侵害的居民口中 获得了怪物的情报 这怪物肉眼是根本看不到 怪物往往会在夜间出没 那么反过来说 怪物也许是畏惧阳光的 因此三人准备在白天 与怪物决一死战 在晚上 他们准备着各种仪式和咒语 还有手稿 还有那些枪支和弹药 准备是物理魔法双管齐下 拿下这个怪物 虽然说他们闻到了 从怪物身上散发的臭味 但是并未发现怪物的具体身影 煎熬地度过一夜之后 到第二天的清晨 整个天穷依旧是非常的昏暗 突然路上传来了一阵巨响声 一阵闪电雷鸣过后 村民们惊恐地奔逃发出了 歇斯底里的叫声 那只吸引神的怪物 竟然在白天也出现了 人类的肉眼根本看不见它的肉体 它巨大的身躯 碾压着敦威智的一切 人类在它面前 就如那蝼蚁一般 不经意 就可以将它们碾压成肉酱 阿米蒂骑士惊恐片刻之后 强压着心中的恐惧 向人们说明了他们的计划 它破解了温尔伯的日记 明白了他们血腥世界的目的 这个怪物虽然说是无形的 但是它准备了长距离喷射的粉末 能够让它现行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帮助它完成 威尔伯曾经研究的仪式 才能消灭这个怪物 阻止大门打开 人类或许有逃离毁灭的命运 相比威尔伯打算放进来那个东西 与眼下的怪物战斗 它们或许还有那么一线生机呢 所有人必须跟上那怪物 寻找取胜的机会 等阿米迪西博士等人 通过望远镜再次发现 它的行踪时 它已经快到陷阱的山顶了 所有人似乎被恐惧 遏住了咽喉 在窒息的边缘来回的徘徊 他们明白 一旦是大门打开 世界也将迎来毁灭 三人小队 决定上山接线那个怪物 几番周旋之后 就在无形怪物越过山顶之后 三人也爬上了峰顶 利用地形优势 敲声绕至怪物身后的高处 朝着怪物行动轨迹的方向 喷出了白色的特质粉末 终于 这头超越人类认知的怪物 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 全都是扭曲的绳子一样 那地狱里的东西 就像是一个非常大的鸡蛋 有几十条胳膊 就像是有嘴的大筒 当它们行走时 那嘴就会半壁合上 它周围没有什么固体 全是胶洞一样的东西 它身上全都是突出的眼睛 一二十张长在胳膊末端伸出来的嘴 或者像是大象的鼻子 就和烟囱馆一样 它们在摆动一张一合 全都是灰色的 还有蓝色的 或者紫色的环 在那顶端上 还有半张脸 整个少兵岭山谷 顿时响起了无数夜鹰尖锐的鸣叫声 三位调查员 顺利站在了最高的峰顶 和那祭坛一样的巨石 处在同一高度 阳光变得越来越暗淡 天空那渐渐变身的蔚蓝色中 鬼魅般的出现了一片 略带着紫色的黑暗 那黑暗阴沉地压在 隆隆作响的群山上空 这时 电光再次滑浮了天空 似乎比以前更亮了 三位调查员纷纷念诵起了咒语 高举双手 开始了仪式 煞事件 一阵毫无预兆的 亵渎神灵的声音 从山顶祭坛发出 响彻了整个顿位置 这声音 远比地狱恶魔的咆哮 来得猛烈和恐怖 与其说它是声音 不如说它是来自另外一个维度 人类无法面对的未知恐惧 随着仪式接近高潮 那一波又一波的低吼 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就好像发出声音的人 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救救我 救救我 父亲 父亲 有个索托斯 不久之后 常年笼罩在山巒之上的恶臭 是消散了 三位调查员 缓慢地爬下了山 那个东西被撕裂了 永远地消失了 他被阿米蒂奇三人用仪式 彻底送回了他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地方 他父亲所在的地方 一个人类永远无法理解和直视的世界 人类只能通过某些最应该被所中的仪式 才能将他的父亲短暂地 从某种未知的空间召唤出来 阿米蒂奇 为了防止此类恐怖事件的再次发生 决定在返回阿卡姆之后 就将威尔伯的手稿全部烧毁 接着命令村民 将少民岭上的古怪祭坛全部炸毁 这件事也才算是结束 在事件结束之后 村民回忆起了那个怪物的具体样貌 发现了一个细思恐极的细节 他说道 我的上帝啊 他那半张脸 对 他顶部的那半张脸 那张脸有着红色的眼睛和卷曲的白化病人一样的头发 没有下巴 有点像是沃雷特一家 他是章鱼 蜈蚣或者蜘蛛一类的东西 但是有着一张好像人类的脸 他看起来就像是 威尔伯沃雷特 是 好像是他们一家的人 只不过 他比他大上许多呢 没错 这头被沃雷特一家秘密圈养 身体拥有比威尔伯更多来自外界力量的怪物 并非是威尔伯召唤而来的 他其实就是 威尔伯的软生兄弟 只不过他更像是自己的父亲而已 好了 Tid们 那咱们敦威治恐怖事件的故事就到这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看的还爽不爽呢 整篇故事的原文 电影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也是众多克苏的爱好者较为喜欢的一则故事 像是魔兽世界里的双冰岭 与辐射中的出现的敦威治大楼 都是对这个故事的致敬 并且这篇小说 也是洛夫卡拉夫特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瑰丽幻坛的编辑 法恩斯沃斯莱特 在看了他之后 决定要马上开灯 并且寄给洛夫卡拉夫特 240美元的支票 这是洛夫卡拉夫特一生中 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稿费了 而整篇故事所讲的是 怀有着邪恶之心的吴师沃雷特 利用某种神秘的仪式 让自己的女儿怀上了 外神尤哥索多斯的子嗣 一对软生兄弟 威尔伯因为肉体内 蕴含着更多人类的基因 因此变化的还没这么彻底 在外形上拥有更多人类特征 而随着时间变化 非人类的部分 也开始逐渐占据他的全身 所以说 威尔伯才会常年用衣物 遮蔽自己的神区 而他的兄弟 却拥有更多外神的基因 因此 长得更像是父亲尤哥索多斯 各项能力也都远超威尔伯 祖孙二人 只能将其封闭的圈养 猥琐发育吧 在这段期间 老沃特雷 通过教授他们禁忌之书上的内容 企图召唤外神 洗清世界 在去威尔伯死后 调查员阿米蒂奇 被拉进了 对威治的恐怖事件的漩涡 随着威尔伯兄弟的暴走 老沃特雷的计划 被提前破坏 调查员 进入禁忌之书上的咒语 成功将无形之兽 瓦阿吉撕碎 送回了尤哥索多斯的身边 由此拯救了全世界 要我说 这阿米蒂奇博士 也算是最强调查员之一了吧 老周得给他一个赞 到最后呢 也别忘了 各位给老周一个一键三连啊 帮助我上这门 那么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吧 爱你们一兆年 那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